好,这是专题 Special Request 监制 OK,这样的 其实我见你们说过Gamestock 最早是杨宇最早上星期 Gamestock 的案件 我见你私有财经亦和R君有分析过 你的意见是 是,其实这件事很复杂 杨宇首先说了出来 他说出来他有猛成城 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很重心闻思想说出来 然后到了 全世界都猛成城的 因为那件事发生在美国 大家在香港 猛成城是正常的 蕭若元也是猛成城的 跟着R君说出来的时候 我就多知道很多背景资料 前两天写文章的时候 因为设计下星期的730 所有的 所以推出了 因为又多了很多资料 但是很多时候 很多资料 你是写完文章 私情运动 所以有很多在文章上没有写 因为文章有一定的 规限成得指数 所以都没有写 我相信你会再提高一些 我不知道这些资讯 背景是怎样的 我就没有炒股票 你就知道了 我和你聊天都没得笑过股票 没错 最好是生意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 我对于美国的 证券 Securities Act 比较有点认识 以及IT你也熟 跟网上有关的 你也熟 今次不是说IT 这个是说这个 就这个 即是这个 它有什么ground 去不让人买 按这件事 其他造装 哪个夹上的 就你们熟一点 其实是这样的 现在很多人有一个争论 直到国会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可以让人买 我买不行 其实那个ground 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件事 其实不只是Walbert 他不让人买 其实其他Charles Walbert 那些都不让人买 其实香港也有些 不让人买肚兔 那些都不让人买 他应该经历了一些 其实我想说一点就是 其实在美国的监管 香港的证监会 但是美国其实就是 我们表面上 一般人知道就是 美国证监会 USSEC 其实在那个操作上 其实证监会很少会跟那些 broker dealers 我们在美国叫broker dealers 很少会跟他们交涉 通常交涉都会告他们 其实他是把那个监管 下放给一个机构 就叫做Finra 其实下放给他 其实是一家私人公司 他有性质上的 然后去执行一些 日常的行业 譬如你哪里做错了 你的potspectus 写错了 这里不对 他就会跟那些经纪 无时会合聚 其实如果他 即是跟合规性有关 合规性 他不是证监会做 是 合规性不是证监会 证监会通常会告你 或者是很大件事 通常平时的交涉都会在Finra OK 其实如果他突然不让人去买 例如Gamstok那些股票 其实他就一定不会无端端去做 他一定是 拿了沟通 拿了批准才去做 是 实际上也有规定的 为什么呢 重点是这样 其实重点是一件事 其实可能香港很少在 没什么人在Worbiton开户口 其实开户口 by default 那是margin account 是 如果你不出声的话 其实他开户口是margin account 是margin account 这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因为其实你知道 这个Worbiton其实他不赚你用 但是他卖你的资料给 那些股票 是 然后 和margin收赚你利息 所以其实他 这个Worbiton 他给margin account 很正常 因为他要这样赚你钱 但问题是margin account 其实我买1000元苹果才算 其实我可能付500元而已 但是那一手苹果 其实 不算是那个人 我想你很清楚 是 其实以前有一个 香港事要发生的一件事件 就是政达证券 我知我老板 那时候政达证券就倒闭了 其实那时候发生一件事 就是一开始 有些人 譬如我有些货 在股票行 我有手汇丰 那我当然能够取回 因为他帮我保护 但是那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群人是拿不到的 就是因为他是margin account 印象中他其实是 后来刷备了 即是赔回的 但是其实那时候 他的理据是 是说得通 因为他的margin account 你其实不是 那手股票 他应该刷不够 后来赔回的 后来赔回的 后来他 他倒闭就硬了 但有一群人 那时候margin account 是拿不到股票的 是 后来呢 其实他的理据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 其实你说到尾 你做margin account 你其实不是owner stock 你说到尾 你说到尾都是creditor 你不是owner of the stock 你是creditor of 那间 就清盘的公司 那你creditor 那你排队吧 你的银行 排到你才算 其实那个理据是这样 后来好像是拆掉了 就拿了赔偿基金 即是港交所的赔偿基金 去赔回给他 就是那时候 其实现在问题是 很多人在Robin Hall 很多人都是00后 我认为90后都没有住 是那些很黑压的 其实开户口的时候 九成都不会看 究竟你开的是cash account 还是margin account 这么说 其实分得清楚 cash account和margin account 是很可笑的 其实margin account 就算没有借margin 那些cash account和margin account 那你的股票也是代价值的 即是你不用了 转到费赔 是 OK 其实等于 如果你去银行 你乘楼 按了给他 然后乘楼 你没有拿钱 只不过你拿着线 我随时可以用这些钱 但是那乘楼 如果银行要费赔的话 乘楼你也没错 你还没拿的 只不过那个是一个线 那个是一个备用贷款 你也是给了 其实我再说一个 大家会熟悉一些 就是其实 大家可能不知道 你可以支票户口 和储蓄户口 有这个分别 支票户口 其实那堆钱 银行是不能移动的 所以你没有利息 银行是托管的 储蓄户口 即是你bankrupt 银行 bankrupt的话 理论上它移动不了 你支票户口的钱 但是你储蓄户口 其实银行就让它移动了 你收息的 其实 所以储蓄户口的人说 怎样提不到款 那就提不到款 储蓄户口不怕 从来不是定期的问题 单是储蓄户口 银行也不保证 是提款的 但是支票户口 你长期在支票里 它要保证 那些钱要存在 分别是大 但它就不能收得利息 你就不能收得利息 所以其实储蓄户口 也不保证 支票户口 只不过定期就更加不及分别 就是有这个分别 其实就等于是 如果用一个普通的解释 就是储蓄户口和支票户口 都是有这个分别的 大约是这样的 这个是margin account 所以margin account 它就不让margin account 继续买 其实很多是margin account 是 很多是margin account 就是不让margin account 继续买东西 但是margin account的状况是 它 是户口有钱的margin account 还是户口没有钱的margin account 这个就是问题 现在户口有10万元 我买了10万元 11万元 我不让你继续买 那当然是应份 我不叫你买户 我可以随时叫你买 叫你沽完那一万 但是现在户口只有9万元 那那一万元可以买吗 这个问题就是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 即是那一刻 现在好像又放慢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 其实因为 第一他有没有权 不让你买是有权的 margin account你什么都可以 至少在美国来说 margin account 不让你买 就不需要跟你说你有的 就是他有权 第二个原因就是 第二点就是 为什么这次会发生完这样的事呢 就是说 其实美国和香港一样都是T加2 其实美国有一个 我不肯定香港是不是这样 它有一个 一个机构 叫做 你上网搜索的字 你搜索的字 最近都很热的 叫做DTCC 应该叫做Depository Trust and Clearing Cooperation 就像香港的中央权 就是香港的中央权 其实它是将你T加2的时候 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 其实就会是 转名 把这些股票的名字 转名 买买 有一个LAT的平衡 然后我就将 我原来 买买了多少股票 就跟他们那些 就要找到 T加2之后 对 但是问题呢 因为 因为是T加2 就是两校找到 其实 在买 即是那天收市时 其实 基本上 那些经纪是未需要找到 找到的 就是清了的 这一间 刚才说的DTCC 这间公司 其实它是要 它有一个 一个的账 是要guarantee 这个交易 即是假设如果经纪 完成不了交易 譬如付不了股票 或者 赚不了数 的话 这间公司是要什么的 就是它guarantee 好像期货那样 就是它guarantee 这个交易是会完成的 那么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说 其实在 那天 GameStop 爆上去的那一刻 其实 这间公司 它要求经纪 是要给多一点 的 collectual 就是说 譬如你买 可能以前 你可能买 比如你买苹果 没有问题 你买苹果 那种东西 那么大 那么liquid 的话 那其实你 可能你 你 放着 50元 可以 或者 但是这个 它等于 coin margin 就是经纪 给这间 coin margin 其实 不是 只是他 其实 很多的证券行 都被要求 在这个股票上面 是要给多一点的 保证 就是collectual 所以就令到他 他根本 做不了很多 margin account 他找不到钱 就是找不到钱 去盖 他唯有就是 你不要买了 你暂停你买 不然就会影响到 他的流动性 其实这个原因是这个 你如果去搜索这个机构 和Google搜索这个机构 最近的新闻 它有讲到后 其实它们讲的 那个ground 都是 就是说 为什么我不让你买 其实它都是 达了这个机构 DTC 我认识 我认识 私后财经会讲的 类似的东西 是吗 就是关于香港的 你做的FRR 你要过了FRR 你究竟你那样东西 等于银行的 叫做充足比率 就是说你要有多少钱 才可以做到多少生意 是的 你有多少deposit才可以做到多少生意 因为你买到瘫了 买到瘫了之后 你就是过了额 中间会牵涉到两个情况 R君就说 他说之前是没有管得那么严厌 就是说大家这个东西过了额 你就随便算了 但是这次就是执验了 OK 其实那个机构有一个方向来计算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 你有方向来计算的 其中的方向来计算是 Factuation 或者那个 Score 是 Valentation OK 所以它仍然会有方向来计算的 FRR 香港也会有的 当然 你每一部机构都会有 maximum的 额 你过了就不能买了 你过了额就不能买了 就是说你的 客户是未过额的 但是你的 券商过了额 所以券商就不能买了 你客户多有钱也没用 因为券商未放返回 OK 或者不够资本充足比率 所以你就不能买了 这是其中一个状况 我先说这个是没得说的 R君说的一个状况就是 因为这件事大家执行都是 赚开赚钱币的 未必那么严格执行的可能 这次是严格执行了 比以前 就是说 小小的时候 也更加严格执行 而你的说法就是说 对于某一只单一股票 这一只单一股票 它那个 就改了一个formula 它没有改formula 它的formula是一样的 但是formula那些variable不同了 variable就是改了一些 正如好像当年的时候 1970多年的时候 Huntz Brothers 做白银给人加保证金 所以令到它爆煲 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们暂时这一件事 我想我们要去再观察一下 会明暗化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 见事大约是这样 我们大约说过的 就没有你讲得那么清楚 我也知道 改了它 因为它有保证金 类似一个保证金 即是说券商有保证金 保证金不够 就叫它 叫做margin 而且那些散户 其实很多是margin account 其实很多是00后开 他们没有分清楚分别 我想这么说 因为问题是 当然是他们开margin account 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你给margin 他不给margin 甚至call你margin 那就是天公地道的 现在他们的意思是 就是说我户口有钱 为什么不给他买 意思是这样 所以要牵涉到 就是margin account的这个问题 我户口有钱的 现在虽然是margin account 但没有借你钱 理论上应该在条款里面 有写margin可以给你买 我相信有些 但是 现在这个不是一个 条款问题 这个是 如果你那间行 根本不够钱买的话 就是说 即是说 那间行根本在市场买不到东西 即是那间行已经不能再在市场买到东西了 那又怎样买到东西呢 是泰国行的问题 即是资本充足比率的问题 根本上你不能再在市场买到东西 他也是在外面 他也是在市场买到东西 这样说也不好 就是说 如果你银行 你资本充足比率不够的话 你无论存户有多少钱 你也不值得市场 嗯 因为不够你的利益 就无论如何 都不能买的了 现在是有够利益 你也不让我买的 所以才有问题 所以你所谓的分别在这里 现在他们为什么会怀疑 就是因为我明明有钱的 你也不让我买 所以才会说资本充足比率的 即是说 现在我的银行 但是银行也可以的 银行有钱的银行 我都不让你拿的 如果我在非常时期的时候 现在不是不让你拿的问题 现在你讲的是非常时期 现在是常态时期 我有钱的人不能买到银行 因为银行就会说 为什么我有100亿 我也是借了10亿出去 我为什么不可以再借5亿呢 那个人 没问题的 银行的大把钱 那么多存户 他说不是的 因为资本充足比率不够 你本身说本钱不够 我就不让你借 因为是你本钱问题 不是你没有钱 现在你那些散户 你那些margin account 你拿着1000亿在这里 但是 你在我们那个account里 你那些1000亿 不是传了进去 我们中间的一个计算方式 是客户的钱来的 那于是你那堆钱 你没有钱 我们在我的帐篷里 没有那么多钱 你就不能买了 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你的clearinghouse 你在我本宝里 没有那么多钱 我怎么知道你的客户 有没有那么多钱 你怎样我不行 你告诉我口港勾赔 你告诉我 你明白吗 你告诉我 你那个人 你有那么多钱 全部的钱 你不是给了 不是在我那里的 是 明白吗 在我那本宝里 你过了眼的 是吧 你现在就立刻来钱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把客户的钱来 就能给你买 但是问题就是 他也不值钱 他 他也不值钱 他再负责 类似香港试过没有 其实买个额是有时候的 我实际上有点小项 就真的不准备 没想到那么疯 没想到这个 我看美国也未必试过 那些通常 如果香港发生 就是那些 哇 加上 你扔一千万出来 就去购加股 上证券行 现在证券行 突然间有个大庄来 帮忙做事 那你不够 然后买特了 那么这次 试试如何 或者多数都不是 这样买特了 多数都是 扔一千万千本额 然后自己洗一些 输了一点 然后再借500万给自己 那你就会搞成这样 你就有限不够做 多数都是借给自己 但是不会这样的状况 多数你如果大那些 你做了那么多生意的话 你有钱回来 怎会不做得大呢 对不对 香港来说 多数是自己洗装 但anyway 今次都是 消毒到政治层面了 因为去到国会 都关注这些问题 所以 但是一个 可能开户口的时候 都要看清楚 就是 cash account 我想 大家看清楚 都没用的了 那不是的 不是的 说来政贷那件事之后 我知道有这件事 原来有机会拿不到的 我觉得也挺realized的 这么说 但第一政贷上来很小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叫做 我都没做股票 你没做股票吗 我很后才做 这个是 2000年 是 先做 即是八七股装你没经历说的 没经历说的 八七九尺全都没经历说的 九尺也没经历说的 跟着之后呢 迟了这么多年 我和梦启森都说 即是我舍底的 我舍底的地方 就是迟了很多年 迟起步 如果不是 不非得 没错 你没办法呢 迟起步 你不在年龄层的 你会很高 那我起步比你早 是的 在这方面 但是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那个年代的监管和现在这个监管是不同的 那个年代的监管是很随便的 其实政大应该很可能要坐监的 但问题是当时 你摑得到数据就算了 我记得有一部戏 叫华尔街 八七年那部 他有一个对白很好的 他大概是那个主角 Garry Gekko Gordon Gekko 他说一句很明言 他说那群狗流分析员 是分不清楚究竟优先股 和畜生有什么分别 这句中文说不好笑的 一定要听语文英文 他说那群狗流分析员 don't know preferred stock from livestock 这句真是 我很全神这句说话 英文才可以的 英文才可以 他议不到这句说话 Cash account margin account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Live stock Live stock其实是他的意思 还有是普通股 referred stock 优先股 referred stock referred stock 好的 今天 多谢 拜拜 这个阴谋论 那个阴谋论 挺合理的 就是怎么样 就是阴谋论 我看回来不是我作的 他说呢 呃 你在华尔谋论 你开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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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开博项 那你就去客 OK 但是对不起 华尔谋论 你不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客人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不用钱给你 买股票 我不收你用 我买股票 那么 他的意思就是 那个阴谋论 其实 谁是华尔谋论 其实是Hedge Fund Hedge Fund 因为他卖你的资料给他 你的order 买你的资料给他 然后那些Hedge Fund 就看着你居住 其实原理是这样的 所以Hedge Fund 才是他的客人 所以他保证Hedge Fund 这个阴谋论 对 对 Hedge Fund Hedge Fund股 还有就是 你讲的意思是 你讲的那样东西 你挂过一万元 其实是 就是Hedge Fund 不是 你听我讲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以拿那些货去股空 其实是Robin Hill 借了他们的货去股空 然后他们再买 为什么会做了140%呢 就是因为他们买了 借了给人股空 然后他们自己再买 然后他再借给人股空 借给人股空 股空那人买了给一个 那人真的买了货 其实你的货 你是马上卡 你买了货 你借了给他股空 就是他要赚钱嘛 那个人真的收了真货 因为我买了 然后再股 然后再没看 然后再股 然后你再买 然后他再借给他股空 是不是 是无限公路 这个有一个 multiply effect 不是 绝对不是multiply effect 不是 不是 那货是一亿次都可以的 所以其实他要出手 就是要停一停 就是看看这件事 所以他在第二个反制的位置 就是 GD data 都卖给Hedge Fund 卖了一万三年 那你就完全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格 是 所以他们知道 因为他们借货给Hedge Fund 其实就是他们真正赚钱的原因来的嘛 所以才是真正赚钱 你背货 所以他们的问题就是 所以Reddit仔就说 你去拿10货 你拿了10货 他就没得借 因为我不做margin 我去拿10货 我拿10货 我拿10货 那你就没有他负了 Reddit仔他们一定是用Wallman的margin account 不过 他margin account的时候 他用cash买 用cash买 然后我一买 然后就立刻刮购买 那你就付出去 他的什么就是 当然他理论上就不能借货 但实际上你借一万元买 当然他都能够借的 他都可以不理的 但是他如果program了就不行 我这样就选一万元买不错 如果给我们做的话 你卖一万元买得出来才说 就是这样说 因为他借货 你都随时可以 可以什么 但是他们一路在借货 一路在借货回来 借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